只有知道定与慧是一体不二 因为心定来自于智慧 因为有智慧的人一定能定得下来 所以才会有禅定 禅定和智慧是缺一不可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所以看到任何一个学佛人 有一点傲慢 他一定是与无知为伴 师父还说 因为无知和傲慢也是一体的 就像人间讲的 疏忽和粗心是一体的一样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每天读三至四篇白话佛法 他的能量加持让我的心态越来越好 每天都跟菩萨重复自己的愿力 终生吃全素 永不杀生 弘法度众 放生终老 这一世一定跟着师父和观世音菩萨好好修行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弟子深知 不管师父在何方 弟子只有好好修 有一颗向师父的心 为别人慈悲付出 我我利他的心 才能真正和师父相应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弟子把恩师的教诲 深深埋在心中 弟子深知 不管您身在何方 您一直深深扎根在我心中 永远在弟子身边 弟子在观世音菩萨出家日 许愿清修 尊师重道 把弘扬传承心灵法门 作为终生事业奋斗 弟子谨遵师父教诲 深挖裂根 好好忏悔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一直在求菩萨妈妈 帮我安排一份 不耽误修心念经的工作 菩萨妈妈慈悲 真的帮我安排了一份工作 工作很轻松 每天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念经 可以看师父的开示 而且工作很顺利 真是非常感恩菩萨妈妈 感恩师父 我也发愿 学习菩萨妈妈 大慈大悲的慈悲心愿 用感恩心 慈悲心来对待身边的人 对身边人的要求 力所能及的 有求必应 我要做菩萨妈妈 做师父的好孩子 好好精进 度有缘人 学佛 念经 吃素 希望更多有缘人 能开启智慧 早日幸福念经 消除业障 脱离苦海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分享结束 如果 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大热天 残院里的花 都被晒干了 一个小和尚说 天哪 快浇点水吧 赶紧跑了去 提的桶水过来 老和尚一看 不着急 现在太阳太大 一冷一热 非死不可 晚一点时候 再浇水吧 到了晚上了 小和尚提醒老和尚 师父 要浇花了 这个时候 院子里的花 已经变成了 梅干菜样子了 老和尚才想起来 要浇水 小和尚一边浇水 嘴巴里一边嘟弄地说 师父啊 你看看不早浇 都已经 一定死了 浇不活了 所以浇下去没多久 已经垂下去的花 居然全部直立起来 而且生机盎然 小和尚喊 师父 他们可真厉害 憋在那撑着不死 老和尚一听 胡说 不是撑着不死 是他们 要好好地活着 小和尚说 师父啊 那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不同啊 老和尚拍拍 小和尚的头说 我问你啊 我今年已经 八十多岁了 我是撑着不死 我还是 好好地活着啊 上晚课的时候 老和尚特地 把小和尚叫到门前说 怎么样啊 想通了没有啊 没有 小和尚 老和尚敲了小和尚 笨啊 记住了 一天到晚 怕死的人 是撑着不死 每天都想着 向前看的人 他们就称为 好好地活着 每一个人 都拥有一次生命 没有谁的生命 比别人更尊贵 也没有谁的生命 比别人更卑贱 问题在于 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懂得生命的 真正的意义 去珍惜自己的生命 所以珍惜生命的人 懂得好好地活着 生活对于他们来说 是恩赐 是不容易的一个机会 畏惧生命的人 颓废的人 他们是撑着不死 生命对于他们自己来说 是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 一种负担的 所以佛教讲 做人要有平等心 生命对每一个人 都是平等的 你不爱惜他 去浪费他 去糟蹋你的生命 你很快就会失去他 同样婚姻也是这样 你不珍惜他 你不爱护他 天天地吵架 天天地去闹离婚 你很快地 就会失去了你的婚姻 所以懂得珍惜的人 才会懂得拥有 你珍惜什么 你就拥有什么 你珍惜你这副牙齿 你天天刷牙 你的牙就不容易掉 不容易住 你天天珍惜家庭 你的家庭就比较圆满 你天天珍惜周围的朋友 给你带来的欢乐和帮助你 你会拥有佛缘和增上缘 你珍惜佛法 你就会拥有佛法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活在世界上 要懂得珍惜生命 珍惜人生啊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我们要帮助众生 破迷开悟 就是要从智慧和禅定下功夫 这样你才能度化更多众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